大家好,我是北京北京记忆 昨天夜里发了个视频 后半夜接了好多电话 好多朋友打来都询问 当天说老藏这个珍贵的视频 能不能今天给发出来 我今天倒腾了好长时间 含着泪把这个片子编完 小藏其实很腼腆 他每次来都是半夜了 他知道公司机房演播室不能抽烟 但是他控制不住 完了以后他很不好意思的每次都偷偷的去抽 他台下很腼腆 台上充满激情 今天我把一些他唱过的经典老歌 简短的一些发给大家 他不可能随时随地 每分每一秒都是那种 就是说在舞台上那种样 如果那样的话 人肯定觉得那是一个半分 或者怎么样 你看我观察很多向演员 他们在舞台上可能制造快乐 或者怎么样 各种各样的高负抖 但是下的都非常的那个 很绅士 说话也是都特别有分测 但也有那种 但你就会 你觉得可能就会有一点反感 所以我就尽量就说 咱别舞台里那个 要下珊瑚又那什么 要下的也是那种 一天到晚 就是说不太着调 我肯定不会这样 不需要真诚和朋友以外 还需要什么 没有什么可需要的 你们需要不需要朋友 这首歌叫朋友 献给各位 大家非常的愉快 非常的健康 有难忘 朋友 朋友啊 朋友 你可曾想起的我 如果你都享受幸福 请你忘记我 朋友啊 朋友 你可曾想起的我 我如果你的小消息 请你告诉我 朋友啊 朋友 你可曾想起的我 谢谢 谢谢 我在1984年 写了第一首歌 这首歌伴随我 十几年的日日夜夜 也有很多美好的回忆 也有很多 不太好的回忆 但是我想音乐 对于我来说 对于你们是永远的 这首歌呢 叫《新的祈祷》 先给各位 我祈祷那里有痛苦的爱 我却难止止泪流多数 我祈祷忘记邻居的你 却又唱起地角的歌 我没有愿意 我心里知道 我只知道 我祈祷 留下孤独的我 送向天 送向孩子 我祈祷 带上无缘的人 從此事情是你的危险 tôi... 私... 自... 私... 私... 我... 私... 我知道... 很好 就是... copperерв派... 你的怒體 我知道 天涯路漫漫 活該要吃 海角飄好 我知道 失去停止什麼 活有奇蹟 卻不需去找你 作詞 作曲 編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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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能知道 我只能知道 我想來一隻 活鳥 無聲的 三種 只能知道 海角飄好 我下了一隻 活鳥 这个片子 实际上我是含泪编完的 希望大家能喜欢 也希望评论 多谢